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 鱼洋播讲 天门寨外的战壕每时每刻都在延伸 原本属于城寨三里之外 一座村落的麦田变得沟壑交错 在皮鞭和钢刀的督促下 数千苦力挥舞着铁稿和铁签 如同蚂蚁一般勤恳地完成着 他们的任务 他们所用的工具 悉数来自于南方的宋国 是宋国军器间 为铁路工程军精心打造的 拥有比神火军的配刀 还要胜出一筹的材质 被宋国的奸商偷运而来 卖给了大辽 原本作为兵器原料的储备 而珍藏于库房之中 直到今日 王开成在其中一条战壕中停下 捡起了一柄 不知是谁丢下的铁稿 铁稿断了坝 可能就是被丢弃的原因 但木头的把柄随时都能找得到 而最重要的是 铁制的稿头完好无缺 王开成轻轻抚摸着稿头的坚韧 真的是最上等的好铁 任口甚至带了钢花 正是靠了如此精良的工具 王开成他所指挥的工程 才如此顺利的推进 要是当年国中 能给祖武都装备如此上等 好铁铸造的兵器 或许就不会有 哐当 王开成猛地丢下了手上的铁稿 仿佛铁稿被烧红了一样的烫手 周围的目光变得惊讶又好奇 划手了 王开成难难地说着 像是给周围一个解释 低头将铁稿拾起 小心地靠在了一边 就这么放下铁稿 顺便也把不该有的幻想给放下了 依然是半弯着腰 将身子全部隐藏在四尺身的战壕中 王开成继续往下一条战壕 巡视过去 脚下的泥土中 还有残留下来的麦粒 而战壕的内壁上 还能看见一株株小麦 被收割后剩下的残根 战壕已经挖到了四尺身 可以看得到 在一尺多深的地方 土壤的颜色就像刚蒸好的花糕 上下被分作了清晰的两层 上层色则略深的熟土 与下方浅色的生土竟为分明 厚实的熟土 证明了这一片土地 至少被耕种了数十年 甚至可能开垦了几百年上千年 每一块深色的泥土 都浸透了仙人的汗水 当年国中也只有开经附近 王开成又用力摇了摇头 心中也有了一丝疑惑 要说平日里都想着怎么讨好契丹人 都没空想雇国之事 今天就更忙了 怎么还有那些被深埋的记忆泛起来 是因为苦力们正在奋力地挖掘吗 一掺掺泥土被甩出战壕外 在战壕边缘堆起了一道道的地笼 长长的地笼更进一步遮蔽了战壕内部 挡住了宋人的视线 四尺多深的战壕 只要弯着腰走路 多贴近靠外侧的勾沿 站在城墙顶上的宋人 都看不见战壕内人们行走的踪影 当然要除掉位于五十余帐半空中的几对眼镜 王开诚仰起头 小心地维持着弯腰的姿势 偷偷看着空中 那已经变得只有指尖大小的飞船 飞船现在是两艘 有时则会变成三艘 天门寨的上空 一直有着一艘飞船悬浮 而大辽的主营中 也至少保持着一艘飞船在空中 偶尔会有两艘 借助空中的眼睛 宋人能看清大辽这边安排 能看见战壕正在不断地延伸 而大辽这一边 也同样能看得见天门寨内守军 一应的军事调动 头顶上总有一对眼睛盯着 这的确让人觉得始终是如芒此在背 王开诚一开始时也不自在 但几天下来已经习惯了宋人的偷窥 对他来说 只要宋人的火炮打不到自己的头上 那就没什么关系了 弯着腰将所有战壕都巡视了一遍 当他重新回到了位于倒数第二条战壕的指挥部 一处规模不小能容纳十几二十人的坑洞 从战壕内壁开始挖掘 用了半天功夫给挖好的 已经是顾不得腰酸背腾 累得只想睡上一觉 但一名神火军军官带着几名士兵 就在这时登门造访 打破了他偷懒的幻想 黄昏的时候 天门寨一直悬在半空中的飞船 终于降了下来 王开诚一边听着神火军军官的传话 一边从坑洞大门的缺口处 望着外面的飞船 等他终于将军官的传话想明白之后 差点就跳了起来 脸色都苍白了下去 嘴唇直抖着 比任何人都害怕 皇帝要来了 王开诚顿时乱的团团转 这里怎么接待皇帝啊 为了能更快一点的完成任务 他把战壕的深度定在了四尺 而不是能容纳士兵正常行动的五尺 要多挖身一尺 不是仅仅增加了25%的工作量 而是更多 光是苦力们向上甩土 都要多费一倍的力气 土里深处十块的比例 也会更高 何况在战壕里面走的都是那些武夫 走得舒服不舒服 王开诚也并不在意 他只要给不会走进战壕里面的皇帝 看见成果就行了 现在炮火横飞 正常身高的男子就只能低着头 从战壕中窜行 四尺多身的战壕 王开诚就走得很顺的 但皇帝呢 谁知道他能不能走 走起来顺不顺心 但不论王开诚怎么乱 怎么向神火军的士兵解释前线太过危险 大辽皇帝还是冒着宋人的枪林弹雨 沿着尚未完成成型的战壕网走上了前线 除了最亲信的一批公卫 以及王开诚本人之外 没人知道 大辽皇帝带着他最宠爱的长孙 来到了靠近前线的位置上 弯腰走了半日 离天门寨的城墙终于只有一里 那道高耸的城墙已经变得极为清晰 耶律怀庆透过望远镜观察着城上 从城头上躲闪在制叠间的守军 到炮垒窗口中的炮口 一种危机感流窜遍全身 让他背后的肌肤起了一个个鸡皮疙瘩 耶律怀辛没有多看城池 他反是对王开诚在战壕中的设计大感兴趣 尤其是在前沿的战壕中挖了一系列的坑洞 可以藏兵 甚至可以藏炮 只要战壕中多几个曲折 就能更好地隐藏战壕中的火炮 在距离天门寨城墙最近处 耶律怀辛对王开诚的设计连连点头赞许不已 还问起了王开诚的家中子嗣 有没有学到他的本事 有问起他愿不愿意战后去武学教书 还特意向他说明这么做绝非贬责 大聊天子体贴下沉 王开诚感激提灵 一时间都起了笑死之心 心中甚至责怪起自己 有皇帝如此 怎么还想起故国 就是回到高丽 他能有现在的风光吗 还不是要更加谦卑的服侍无能的国君 比起旧日的主君 尽管是铜族血脉 但比起眼前的皇帝是云泥之别 鸦雀与凤凰之分呢 高丽当然应该灭亡 国君无能 官吏无德 世人无知 将帅无胆 这样的国家如何不亡 还是大聊好 有明君 有贤臣 有梁将 有百胜天兵 有万里浮原 一想到自己能在大聊为臣服侍明君 激动之下 王开诚走出坑洞 上半身暴露在战壕之外 回身指着城墙 大声笑道 天兵极致 男贼必成几分 还请陛下捎带 来日定能 碰 王开诚的头猛的向后一扬 还没说完的话就此打断 带着整个人都斜斜的倒飞了起来 砸进了坑洞之中 正在坑洞口 拿着望远镜偷窥城上的耶律怀庆 猝不及防 竟然被王开诚压住 耶律怀庆一个亮枪坐到了地上 王开诚沉沉地压在他的身上 已经毫无反应 耶律怀庆头脑一片混乱 他甚至还没想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他看得很清楚 压在他身上的高丽人 后脑勺只剩下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几乎就是贴着脸 留着鲜红嫩白的黑洞就在眼前晃着 耶律怀庆一时间手脚酥麻动弹不得 只能像蛆一样扭动着身子 拼命地想挣扎开来 侍卫们终于反应过来 他们手忙脚乱地踹开了王开诚 七手八脚地将耶律乙欣和耶律怀庆 拉到了坑洞的最深处 耶律怀庆抖得如同得了疟疾 近在眼前的惨状吓到了他 他杀过人也看过别人被杀 但王开诚的死近在眼前 这意味着若不是王开诚走出坑洞 这一回死的就应该是他 性命差点不保 耶律怀庆从来没有感觉到这般强烈的恐惧 即使过去面对暴怒的祖父 他也没有觉得自己会失去性命 只有今天这一回 他感觉到了死亡竟如此之近 坐靠在坑洞最深处 耶律怀庆感受着恐惧感将自己包围的感觉 忽然他感觉到自己脸上有一股湿漉漉的触感 有什么液体正从脑门上流淌下来流到了嘴里 浓烈的兴气从嘴里直冲鼻尖 他用手一抹满手的粘尸 就着洞口的微光 低头看的时候 他的心脏猛的停了一拍 一阵强烈的呕吐感随即抓住了他的胃 狠狠的一抿 让他如如永泉一般的将午饭给呕吐了出来 这是从王开成头盖骨上流淌出来的东西 比起陷入慌乱之中的孙子 多了几十年见识的耶律倚心 双目闪烁 丝毫未被王开成的死惊吓到 他的视线就停留在王开成眉心的弹孔上 方才夹杂在笼笼炮声中 那一声清脆的枪声分外清晰 至今还回荡在耶律倚心的耳畔 是献堂枪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在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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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收听